午夜零点,饥饿如愁的黄警官开车冲向了悬崖 而与此同时,医院里的植物人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这可不是巧合,这是一种古老的邪术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香港的惊悚片《夺舍》 一个深夜,失恋的阿莲坐在天台上准备跳楼 她老妈哭的是稀里哗啦 警方苦口婆心地劝,但依然没能阻止阿莲逼死的决心 阿莲说自己不为此,这叫重生,是一个新的开始 专业名词是叫夺舍 阿莲说完,和身边的一只黑猫一起从楼上跳了下去 本来所有人都认为阿莲这件肯定是死透 但仅仅过了几秒钟,阿莲居然从地上站了起来 当时就把一脸横肉的警官大杀给瞎蒙全了 穷凶极恶的抢劫犯小明带着两个同伙来到了市区 他同村的老乡大老李开车过来接应 四个人准备干一票大的 饥饿如愁的黄警官是周华健的超级粉丝 他女朋友余丽也是一名警察,两人关系不错 转过天,大老李负责开车接应 小明带着两个同伙去抢劫黑帮老大的财务公司 一进门,双方叮咛光荡就展开了枪战 说来也巧,大老李正在楼下等候的时候 警察大傻和黄警官过来插位账 就在大老李和黄警官周旋的时候 从楼上的财务公司掉下来一个人 直接砸在了汽车上 黄警官和大傻等人冲到楼上 和小明等人展开了枪战 双方从楼上打到了楼下,场面异常的火爆 大老李由于害怕 早就把接应小明的事望得是一干二净 在警方的百般阻挠之下 小明硬生生杀出了一条血路 看着城市不足败事有余的大老李 小明砰砰就是几枪 然后开着车仓皇逃窜 黄警官急忙上去拦截 不幸被小明撞成重伤 大老李被送到医院后 由于伤势严重变成了植物人 黄警官虽然保住了命 但从腰部以下彻底不为动缓 不出意外的话 这辈子只能与轮椅为斑 这个残酷的现实是黄警官无法接受的 那个从楼上跳下来 依然活蹦乱跳的阿莲 真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重生了 不仅智商和情商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而且还无师自通学会了算命 由于料事如神 这生意好得不得了 就连混社会的大逼格也佩服得五体投地 为了解决下半身不能动的问题 黄警官和鱼里找到了阿莲 希望用夺射的手段让自己重生 所谓夺射 就是让一个人的灵魂 附在另一个人的身体上 在阿莲的指导下 黄警官找到了还处在植物人状态的大老李 希望借用大老李的身体让自己重生 求人办事总不能空着手 黄警官还特意给大老李带来两瓶酒了 虽然大老李还处在昏迷中 但他的潜意识却听懂了黄警官的来意 双方经过精神上的多次碰撞 大老李最终答应了黄警官的请求 第二天的午夜零点 黄警官开车冲向了悬崖 随着轰隆一声 黄警官被烧得连汁都不剩 但他的灵魂却进入到了大老李的身体 当黄警官醒来的时候 看到眼前出现了几个陌生的女人 这几位都是大老李的亲人 一个是大老李的老妈 一个是大老李的大老婆 还有一位长相甜美的是大老李的妹妹 由于黄警官搞错了这几位的身份 因此大家都认为大老李肯定是失忆了 出院的黄警官亲自参加了自己的葬礼 并把自己夺赦成功的事告诉了女朋友于丽 于丽看着男朋友这副皮囊 是再提不起任何的兴趣 转过天黄警官按照地址 来到了大老李的妹妹阿芬家 此时的阿芬已经打开煤气正来自杀 自杀的原因是因为失恋了 在黄警官语重心长的开导下 阿芬最终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阿芬觉得奇怪 他哥哥大老李以前不仅口吃 而且没文化没教养 完全就是臭无赖一个 现如今能说出这么有哲理的话 让他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 听说大老李已经出院 抢劫犯小明很快找上了门 本来他是想杀人灭口的 但经过交谈 他发现大老李是真的失忆 小明前脚刚走 黑帮老大的人就杀了进来 他们认为是大老李和小明 合伙抢了他们的钱 让大老李赶快把小明交出来 双方一言不合就打了起来 两人逃出来之后 黄警官买了一束花 来到了女朋友余丽家 让余丽调查一下大老李 黑帮老大和小明的背景 当得知余丽是自己哥哥的女朋友后 把阿芬吓了一跳 因为大老李在老家已经有三个老婆 通过黄警官和余丽的对话 阿芬才得知了事情的真相 看着一向上英俊的黄警官 刚刚失恋的阿芬 禁不住响入飞飞起来 由于在附身之前 黄警官曾答应过大老李 要替他解决掉一些麻烦 因此黄警官和阿芬 一起来到了大老李的老家 大老李在村子里早就臭名远扬 所有能想到的坏事他全都干 黄警官和阿芬走进大老李家的餐馆 可把大老李的老妈给吓坏了 急忙把这一天的流水全都藏起来 大老李的二老婆上去就是一巴掌 斥则大老李已经好几个月 这个时候愤怒的债权人 如滚滚的泥石流蜂拥而来 把餐馆堵了个水泄不通 黄警官吓得急忙躲进了卫生间 大老李的三老婆冲进卫生间 说自己已经怀孕三个月了 让大老李必须给个说法 黄警官万万没想到 大老李居然欠下了这么多的孽债 吓得急忙是落荒而逃 当他刚跑到街上 大批的老百姓开始对他围追堵截了 黄警官无奈让债主们排好队 把大老李欠的钱一一给还上 看到大老李的变化这么大 老妈和大老李的三个老婆 都感觉非常的欣慰 黄警官在家庭会议上 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 让三个老婆抓紧时间改嫁 不过这三位女士 似乎对大老李还有感情 纷纷表示这辈子吃定大老李了 转过天 黄警官和女朋友余力在码头见了面 余力把小明大老李和黑帮老大的背景 已经查清楚 大老李很可能参与了小明的抢劫 黄警官晚上回到大老李家的餐馆 大老婆告诉他 黑帮老大带着人已经恭候多时了 双方一言不合就打了起来 在砸坏了一些桌椅板凳之后 黑帮老大急忙叫停了 要求大老李赶快把小明交出来 黄警官说已经跟小明约好了后天见面 到时候可以把心脏老丈一块算 后天一大早 小明骑着摩托车来到了约定地点 不过这家伙贼得很 为了防止有埋伏 他一直骑着摩托车动圈子 就是不肯下来 两人趁聊着的时候 黑帮老大带着手下出现 这小明也是有备而来 摩托车上绑手雷 为接下来的枪站拉开的序幕 小明一看对方人多吃重 劫持一辆公交车 开始疯狂的逃产 黄警官开着另外一辆 在后面紧追不舍 两人你追我赶就把车开进了市区了 学员蒙圈婶正在练习开车呢 眼前的这一幕 无疑给他留下了终生的阴影 黄警官把公交车开翻之后 掏竹枪冲着小明 哑哑就是两枪 小明虽然中了枪 但凭着坚强的意志 仍是把黄警官给撞飞了 这一撞 直接把黄警官的灵魂 撞出了大老李的取笑 大老李因祸得福 灵魂最终回到了自己的身体 经过这么一折腾 大老李从此改邪归正 变成了一个好人了 至于黄警官 则把他最喜欢的爱斗 咒华剑给夺射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说唐诗 也要紧吗 夺射如果能实现 选择对象很关键 如果放不下前任 不妨大胆试试看